5 4 3 2 新闻王代看房 今天俊相带大家来到了 这一个正在进行 木做施工到一半的房子 那我们的关键就是天花板 装潢最花钱的一个单位之一 就是天花板 那到底该不该装 装了之后你要注意什么 把钱花在刀口上呢 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 是巨峰设计公司的设计师Kenny Kenny好 你好 大家好 为什么要装天花板 我可不可以不要装天花板 我的判断基准是什么 就先从你房屋的本质来做判断说 你需不需要做天花板 那如果你今天的定义点是 你就是想要装潢 那我建议你 就天花板还是要做 因为它跟地平 跟这个是相辅相成的一个问题是说 你天花板做的它是大面积的东西 所以你会非常的有感说 你家里就是有装潢 那但是你的家里面 要不要装潢还可以 从另外一个层次去做考量 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这个工地这边看到的是说 它本身的底层呢 就是毛胚 那你真的是毛胚的话 那当然就是一定要做天花板 那如果你的天花板本身是 已经有做过水泥粉漆的时候呢 你再考虑说需不需要做天花板 这个可能还可以再做考虑一下 我们做一个小小的结论 我需不需要装天花板呢 除非你是非常坚持 我的房子就是要扒光光 我走工业风 那没话说 再来就是刚刚您提到的毛胚屋 就是我们现在在屋主的这个房子 交给它的时候 就是一个毛胚屋的样态 或者是中谷屋 毕竟还是要有装潢过的 该有的样子 那么进一步在这个房间里 其实还透露了更多的线索 好 我们看到墙壁的那一堵 诗座的勾啊 那个勾来告诉我们 那也是在你 安装这个天花板背后 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 说说看 对 因为我们地平第一个没有动嘛 那我们有做天花板的时候 就是所有的管线都可以跑天花板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我们的电视墙面 那电视墙面的话 你就会有一些音响线 喇叭线 或者是一些 cable线 网路线 那就必须要透过天花板 去做一个跑线的动作 除此之外 你有做天花板的时候呢 你的家具配置就也可以相对的 去针对你的家具配置 去做灯光的设计 那当我们的沙发位置 就决定在什么位置 你的插机位置在什么地方 那就可以透过有新做天花板的部分 去做重新开孔 我们听懂了 大致上就是今天 如果它给你布的这个电线 在什么位置的话 你可以不用去前就它 而是拿回主导权 透过天花板 该收的现在收到里面去 你可以拿回空间的主导权 那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们的结论是天花板 能做要做的话 最后一道我们来看看 大概你可以分两种 一个就是平面的天花板 另外一个是富士的天花板 差别在哪里 对我们现在现在看到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富士天花板 那富士天花板的顾名思义 就是两层以上 就是叫做富士天花板 那一般我们常见到的富士天花板 都是做有间接光源 跟一个底层的平面式天花板 对那它两者的差异性是说 富士天花板它比较有造型的变化 对还有它可以做一些 主要光源的一个层次的一个变化 好我们看到了富士天花板 再来呢我要请Kenny 带我们到另外一个空间去看看 那里有所谓的平面的天花板 那又长什么样子呢 一听这个名字呢 感觉上就是费用可以比较节省一点 对吧 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完全的平面式天花板 那大家看得到的就是说它为什么还是要做平面式的天花板 因为这边有一些梁柱 这边有一支横梁在这边 那你没有做平面式的天花板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这支横梁一直裸露在那边 所以我们做这样子一个基本的平面式的天花板 再者呢 房间里面为什么只做平面式天花板 因为房间的面积并不大 如果再去做一些富士天花板的话 其实它可做的变化跟它的层次相对的也会比较少 也就是说它的CP值相对会比较低一点点 好 我再来给大家看到就是最现实的部分 无可回避的哦 平面天花板呢 一瓶差不多两千五到三千 然后富士天花板一瓶五千到八千 再来呢 我们要回到外面的这个大客厅 富士天花板的这个所在 我要请Kenny来给我们所有的网友 我们的观众朋友做一个最好的提醒 就是说你找你的设计师 找你的工班来谈的时候 话要听清楚 要问清楚 因为很多的成本是藏在延伸出去的地方 对不对 是一般消费者都只care说 我的每瓶 就是他的计算单位是用瓶数 那他单价是多少钱 那刚君相哥这边有提到说 平面式天花板一般的供电行情价是在三千左右 那在富士天花板的话是在五千左右 那当然富士天花板也有可能到六千 七千八千甚至到一万 不等 那这跟关系到说你的富士要做到多么的富士 刚刚有讲到说两层以上都是要富士 那也有可能今天做到三层四层 而且你的天花板可能贴一些镜面的东西 那相对他的单价会比较高 但是这个里面有没有涵盖到说基本的需求 所谓的基本的需求是说 像我们的天花板这边看得到的 这个位置因为你有做新做的天花板 那就有一个是消防撒水管的必须要做一些改管 这边也是消防撒水管的必须要做改管 那你天花板的灯具开孔 你天花板的电线的出现 还有你的瓦斯侦测器跟蒸烟器 这些都做一些延伸跟做一个改管的动作 这些费用是不是有涵盖在你的美瓶单价里面 如果你没有去做先前的好好的沟通 去做仔细的计算的话 那这些都是事后会去最借价的一些费用产生 Kennie现在告诉我们其实是延伸出去的那些点点滴滴都会 叼走你荷包里的四个小孩 来给我们算算看 你说那个叫做洒水的系统 洒水头对不对 我们来看看头顶上有几颗洒水头 来 这边有一颗 好 这边是两颗 三颗 哇 四颗 至少四颗的洒水头在这个地方 如果照你刚刚说的 今天设计师如果说 我今天给你付试的这个费用 少少的两三千块就行了 那他讲的是木板而已 这四颗如果额外charge的话 还要多少钱出来 要看你的改管的一个配置方式 如果你今天这个改管的位置 是原位置往下延伸的话 那他的费用大概一千块左右 一组是一千块左右 但是如果今天是 你这个位置需要做一些异动的话 那就可能费用会比较高一点 大概一千五百块左右 一千五百块左右 四颗就是六千块 那如果加其他的裁切孔洞 移电线加一加 可能又是一万多两万上去了 所以这些必须问得很清楚才可以 好 我们讲的是延伸出去的这个部分 那么再来我们要跟Kenny来问一下 你刚刚提到的延伸出去那些工法 两千五到三千这个是平面的 那还有我们现在头顶上的富士 五千到八千都含在内吗 对 都是含在内的 好 那同样要帮观众朋友问 最后一个关键的问题 我觉得庄庭娃把挺棒的 可是我很想跟你再砍一点钱 再移一点价 我们一个中心的提醒 砍是可以跟他好好移一下 看他能不能有多少Kimoji 可是砍过头最后会伤到自己 对不对 好 我们到里面那间房间 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会变成非常的现实 房子是你要住的 来跟我们说看 其实你的工班 你的设计师 他可以在天花板里面的 隐藏的成本里面 去给你要回来 对 哪些地方 举个例子 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天花板 这个就是全新的脚材 这是一村会的脚材 那也有可能今天 他所使用的脚材是中古的脚材 也就是说 回收再利用的脚材 那这个部分的费用的话 相对就会比较省 再来 你的这个脚材所下的兼具 我们现在看到这是25公分一个兼具 那他今天如果说 你今天本来是一平行情价 空定是三千块 可是你就会变成是 你要一到两千五 甚至到两千块 可是他还愿意接 那这个你就要担心了 有可能他就是在这个兼具的部分 再放大 你放的越大 你的结构性就相对的会比较弱一点 是 因为这个兼具下的越密 结构性大概越强 除此之外 你后续的油漆 其实也是有费用上面的一个增加 妈妈 你看这个就是打钉的位置吗 那如果我们今天的兼具 下的越密的话 你所有打钉的位置 是不是都要在做 匹土跟这个油漆的部分 对 那如果你兼具大了越大 它相对这个后续的东西 就会比较少 对 那这就是费用的节省 好 这个是脚材的部分 再来是板材的部分 我先请Kenny 跟我们一起看这个板子 这是天花板 他已经在跳波浪舞了 你告诉我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看起来就不像是 我们现在常在用的 这个细酸钙板 这比较偏向是 氧化美版的一个材质 好可怕 对 好 那这两个名字 我们常常听得见 细酸钙板 氧化美版 它差别在哪里 还有价格 你跟我们讲一下好吗 第一个氧化美版 它的防火系数比较低 第二个它本身 属于比较有害的 这个物质的一个 就是气味 对 那单价上面来讲的话 它只比 气酸钙板便宜一点点而已 对 但是在使用上来讲 它比较会受潮 然后你像刚刚看到那个东西 就有可能是透工减料哦 因为它里面的这个 第一个脚材的间距 可能就下的比较宽 所以就会看到这种 这就会有一个波浪的产生 你看这个有间距的位置呢 就是没有往下掉 没有间距的位置 它已经往下掉了 对 那就是关系到说 这个氧化美版本身的材质 它没有那么的坚固 对 所以它就比较容易会产生这样 哇 这么严重的一个波浪的状况 是 好 这个房子看起来呢 会觉得 头顶上跳波浪 Kimoji当然不会太好 我钱都已经花了 而且你说 它差没有太多 对 一平一千二 一平一千五 所以这种钱就不能省 是 这种钱就不能省 对 那么最后 是不是可以给观众朋友 做一个提醒 今天如果说 氧化美版千千万万不要再用了 那细酸钙板 是你希望可以装在你们家的天花板 我们要怎么来判断呢 对 其实刚刚从我们讲的供电行情下 平面是天花板 煤瓶单价三千 但是你觉得 如果你在跟这个工班 还可以溢价 而且溢价幅度不是一两百 而是那种 可能动辄是五百到一千的 那这个就会出现 像刚刚 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这种氧化美版的产生 对 那其实你说 它价叉材料 材料的价叉上面 并没有很大 但是实质上 你因为 你从这个溢价上面 你做溢啊 所以它就变得是 它从任何地方 它能省 它就尽量去做节省 对 那 消费者要怎么 从这个外观上面 去做一个判别呢 第一个 氧化美版 它的表面才 看起来是比较光滑的 那我们细胶盖板 看起来是比较粗糙的 就是像这样子 一个粗糙的一个表面 那它就必须要做过油漆 再去做一些处理 才有办法 那个做完整面 对 你可以到工地实际去看 它卸在你们家 工地准备要裁切的 这个货 去摸摸看 是 还有更严谨的方式 更严谨的话 你就要求你的这个 工班 或者是你的设计公司 在材料的部分 请它出一个材料证明 是 那这个是原厂出来的材料证明 它今天出氧化美版 它就是出氧化美版 它不会出氧化美版 给你一个 气壤盖板的这个材料证明 是 好 今天在天花板的装修的方面 这么多的DNA 非常谢谢Kenny 给我们的这宝贵的经验跟知识 也希望大家 每个星期看一点看一点 大家就当个居家的聪明人 谢谢